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黑白講》 這集依然是我 杰拉德 另外還有神秘的魯溫 大家好 我是魯溫 這次繼續說說買樓 很多人很有興趣 好像很高興 有很多東西問 有靈異事件可以去聽聽幾個人 這些都很好玩 但我覺得上一集有看的都知道那個故事 我覺得那個朋友不錯 因為我住那一屋我覺得是頗順 大黃了 我覺得我的事業頗不錯 很友善 難怪很多人說要養這些 但我搬走了之後好像更好 是不是可能那邊更厲害 但我新搬這裡我不覺得有東西 完全沒有東西 我一天半夜三更做到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聽聞這些對偏門的東西是挺幫助的 我不是做偏門 那時候都偏的了 足球也叫偏門 足球偏的 叫冷門而已 不是偏門 我知道 足球有另外一樣東西 那些就是偏偏的 賭球那些 說起來真的有些相關 他這些是幫助的 但我搬了過來後 好像沒有搞賭球的東西 是不是很後悔要馬上搬回來 應該是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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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賣了給別人 那個價格 其實上集說到 老溫有些賣樓經驗 因為最近的事來的 都不是很久 應該是去年年尾 八月 八九月 八九月的 我忘記了 因為我七月去過你住 被你罵過 所以大概是八九月左右 是 都挺新鮮的 那間店真的賣了很久 賣了一年多 年多兩年 年多兩年 我都記得 不斷有人來看 我那時候有幾個方式 有時候會透過591 網站自己投資 又透過仲介 房屋仲介買賣 其實你不用找他 他自動會找你的 他不知道在哪裏找到的資料 知道你刺了那間屋 是否要賣 我不知道 他見到就找你 總之有很多人找的 有知名的 有些不知名的 那些都有 我試過幾間 知名的就是那間 信叉那間 最出名的 那間其實站得很硬 站得很硬 什麼意思 那些勇 其實可以分享一下 台灣呢 如果透過那些 那些 那些仲介幫你買賣的話 那他其實是 抽賣家 屋主 是多很多的 好像是4% 買家是2% 其實通常他會哄賣家 就是告訴他 他不收你勇 那他只是賺賣家 那個賣家 就是屋主的勇 所以 如果你買樓 你可以跟他殺 其實 你說 這個很貴 又要加上你2% 說說說說 可能他2%不收你的 他收對方 即是賣家 屋主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那些勇是可以殺的 其實香港 我想應該都會 都有 香港 我不知道 十幾年 離開了 香港買樓 殺得到的 那些勇金 其實我覺得這些 事在人為 很多都可以談的 你留價 那些價錢 談鬆一點 緊一點 看你怎麼說 一樣的 香港就不來 有些人很喜歡找信叉的那間 重界 真的很硬 其他人很硬 但其實 都可以殺 只不過利用什麼手段 方式 他其實到最後 我有其中一間 他也跟 他說 我4%一定要收 因為這樣 我跟我的主管再談 看看可不可以再 特別一點 可不可以收三個 他其實也有談過 所以不要想著 他說4個就4個 可以談 其他小的公司 重界的那些 更加可以殺 1%我給過 所以不用怕 這些可以盡量殺 那時候 路路續續 有重界帶來看樓 有些怎樣 很多看了又 價錢不對 有些可能 重界 跟他說價錢太高 有些重界 很多花神 搞到 那間房子 是被他捏 賣不出的 有時候不一定是 那間房子不好的 而你找到一個差的重界 他兩邊都想 討好 他在我這邊 就捏我的價錢 幫我買家 那邊的買家 又提高的價錢 希望接近我的價錢 永遠都被他兩邊手把 玩得很慘 到最後 其實只差一個勇 我就說 一人要讓一步 少一點勇 我們少一點 他都不肯 最後就不成交 玩了一年多兩年 中間當然有些過程 有些可能混吉 來看看 什麼行程 我上集都說過 我朋友看樓 看了一年多才買 對 有陣子看 加上我那層樓 其實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都很多 缺點 被人挑剔到 地板 你剛才說過 不是那麼平整 好像隨時爆出來 其實會突起 有些窗台的邊位漏水 冷氣機位裂開漏水 因為台灣經常地震 長的那些 有一點點裂是一定有的 有些人欠 廁所沒有窗 什麼什麼 水壓不夠強 我這麼高流程 水壓可以多強 種種原因 所以拖了一年多 最後終於 價錢也不錯 我堅持 因為我不急著買 終於都找到一個 好人 好人 把嘴巴說好人 收入裡面 傻佬 不要這麼說 找到一個傻佬買 找到一個欣賞我家的人 這樣的價錢 竟然是賣到整區最高 整棟樓的時候 的時段是最高的 賣出 那個人剛剛趕著要買 他要結婚 加上他的父母也住在同一個社區 他就近照顧 巧合 真的巧合 真的巧合 給我也不買他那間屋 貴 太多選擇了 你的價錢 其實我可以在哪裏 新樓都買不到 新樓都買不到 都是舊樓 但可能好一點點 我太熟悉你那間屋 知道了這些 有缺點 那些壞事 沒有壞事 沒有藏屍 沒有藏屍 看起來我不會買 這個價錢 太舊了 所以 這麼巧合 有個傻佬 這麼巧合 好人 有個好人欣賞我的 最後 但那個都談了多久 那個都不久 一個月多就搞定了 這麼巧有緣分 因為他說要結婚 兩個月後要結婚 又想住在同一個社區 這麼巧 這些真是說運氣 所以叫老溫 分享他賣樓的經驗 就是這個意思 真實個案 你不要想著 隨便買一間 想放出去 可能就不知道要搞你多久 不過如果我那間屋 因為條件都不錯 坐向位置地段都不錯 樓下有設分 學校公園都有 如果想便宜一點 其實也能賣出去 最主要因為他附近 周邊的環境不錯 生活機能挺好的 非常好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打算調過來買 撞對看看 對不對不賣 我沒有所謂 那間屋 你賣了20年 那間屋 對 所以 都有數的 那邊 地段幫到我 回應我們上集說過 不會賣不到的樓 只是賣不到的價錢 你願意減的 其實也賣得到 就算你現在去了聲 那 你就虧了 可能會虧了 會虧了 會虧了 你來買樓的話 會虧的 會虧的 不過其實 我講到我們那一棟 其實他之前第一手買的 是比現在更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聽過你講過 比我去年賣的最高行程 台灣樓價跌得很厲害 對 跌得很厲害 那你更加是掛歷史 大家也不知道 那時候應該是20年前 大概1997年 接近 接近 應該 那時候有一棟 我忘記了 九龍風暴 九七九八 之前是很瘋 舉例來說 那時候是新入伙 那些人買的 是12萬一坪 12萬一坪 新樓那一坪 12萬 我不確定 總之 我記得 那時候我賣完之後 跟那些舊街坊談 他就說 我以前買的時候 也不止你這個價錢 單價我忘記了 但他就說過 他那時候買 是不止你這個價錢 所以變成 早期第一手買的人 其實還在虧 這個 這個 我們那個社區 我就聽過一下 其實我台北的朋友 又或者高雄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說 他們現在還是負資產 就是早期買的 早期就是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 因為那時候 台灣樓價瘋過 那時候台灣 在市區 有些什麼 叫做無殼窩牛抗議 聯盟 那些 李登輝就做了一個政策 就是國宅 那時候 還可以說 打倒了全台的樓市 我記得大概 因為年代久遠 都是當時的記憶 和朋友說起 譬如我這層樓 二十萬一坪 旁邊就建了國宅 六萬一坪 打爛了整個市 整個市 李登輝做這件事 是好事來的 對於國家來說 整體來說 大家買得起樓 決心幫人住屋 所以我的朋友 在高位買下的樓 其實都是負資產的 很慘 等到前幾年 突然升回 就好一點點 其實長遠來說 有很多人都會虧 比起以前來說 雖然現在 今時今日很多人都說 你跟誰人說 他都會說 台灣樓價不會跌的 那些 個個自己有層樓 當然是說不會跌 現在不會跌 為什麼以前也會跌呢 還有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都倒了 七期好像五萬元一坪 都沒有人買 是 因為九二一大地震 之前建的樓 就不值錢了 對 開始有些人要找 就是九二一之後 建的樓 因為它的規範又不同了 好像 嚴重 對 所以 那些人說樓價不會跌 全部都是 有樓的當然是說不會跌 但是 其實現在台灣 其實是 穩定中下跌 緩慢下跌 穩定中下跌 很簡單 我早前跟朋友 和谷友去看樓 就去買樓 我和阿吉 然後 中科 我就說 這區 都稍微跌 我看過 然後他就說 不可以 第二區跌 我們這區都不會跌 然後說 他就說 不是啊 去年看的價錢 今年是比去年 那些人要出價 然後他就馬上改口 其實是穩定中 是微跌 上一句又說 不會跌 因為他想賣樓 當然是說不跌 要不就怎麼哄你 我刺爆了他 他就馬上改口 所以不要相信他們說 那些人說不跌 就不會跌 除非好像老溫這些 很便宜買了 不急著買 那真的沒那麼容易跌 因為他未必會低 你始終都會賺 其實你怎麼買都會賺 但不是代表整個市場不會跌 太多供應了 你真的全部放在那裡嗎 樓價和小子化問題 人口可能減少 那你的樓價還哪有升值空間呢 那你說買樓這些東西 我之前也跟人分享過 其實買樓的時機 究竟是什麼時候買最好的 這件事我都可以分享給大家注意一下 那我當時買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 那時候我也是租房子的 那我買的時候 因為樓市跌到差不多的時候 很低 那時候政府要出手舊 很多利多 例如有三千億青年 免息貸款 低息貸款 銀行也借給你 可以九成 按揭那些 全部合起來 那時候反而是 因為大家搶著要舊市的時候 其實是最好的買點 因為那時候已經不能再跌了 跌到最低 只可以彈 不會再跌 我認為 大家都想著泵水 救 那時候買樓是最好 什麼都好談 你要九成按揭 連裝修也借給你 我想 你真的不用錢 都可以找到房子 加上你很多東西選擇 又便宜 負擔又低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第一次入手 之後就開始 我建議就是 如果樓市跌到差不多 政府開始出手舊市的時候 是最佳買點 現在才開始 所以我現在說真的 這個時候反而很多人是出手 就是去賣樓比較多 但是現在這個 假如你現在覺得 譬如你住了一兩年 剛剛來那些 我都說一句 不建議你馬上買 看定一點 難聽你說的就是很愚蠢 不是說取笑 不是說什麼 你都未熟 你是不是都買了 你就真是捉蟲 但是如果你住了一兩年 你看到某些房子 其實現在可以想 自住的 可以 扔他的 殺價 你殺他七折 可能他都 要花錢 他真的會 肯的 那就多看一些 就算你住了一兩年 你那區 那座大廈看得對的 都可能有幾個單位可以選擇 就慢慢看 真的不用急 不要急 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的確是緩跌的 還有我發覺現在的銀行 很多都 有些已經到八成了 現在最近開始 他們開始泵水了 又說三十年 是 三十年都可以 這個都是這一陣子 我最近才聽朋友說 已經有一間 第一間銀行 開始提供很高的按揭給你 開始 表示說 現在開始 人們覺得市 撐不住了 還有銀行現在大把錢 他迫著一定要借出來 每個都存錢 不用 水浸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他是泵水 進去樓市 可能真的 會有反彈 也不出奇 其實 就看情況 如果是自住 我覺得OK 但我覺得大反彈 應該短期內都不會 不知道 因為多了人買樓 但未去到多到可以令到整個市 會這樣升 因為現在的市是很難看的 因為說跌又他又不跌 其實早三年前我都說會跌的 三五年前 還是 其實現在我覺得兩三年前 是低了一點的 是啊 低了一點 沒有大跌 沒有證據顯示 大跌 很明顯地跌 最主要是大家身邊的熱錢又多 就是閒錢又多 又不會拿去投資 加上有什麼貨幣寬鬆 各樣的東西 全部的錢都扔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好 變成很多人就買了物業去炒 那時候 早期有什麼奢侈稅 現在叫做房地合一 其實都很複雜 現在的環境是比較難 即是很難估計的 你看它跌還是看它升 其實我都不敢擔保 不過長遠來說 你說台灣樓是升 我覺得都不容易 因為那句人口減少的地方 哪有得升的 全世界都死了火 那些人就會說 不是的 台灣情況不同 很多人都這樣說 那你真的沒有這樣的需求 怎麼可以撐得住 你不是那些人說就是 你把口說不會跌 它就不會跌的了 是 所以我以我們 來了二十幾年的感覺 以及我們接觸樓宇 可能都十幾二十年 我覺得 要大升 就真的不容易 跌的機率 我覺得挺高 但是跌到多深 又要很難猜 又不知道 所以大家要保守它 這件事 不過我記得當時說 你有一個朋友 還是親戚 高雄都弄了一家負資產 負資產 還是負資產 現在還是負資產 升了很多還是負 升了很多還是負 所以我看陳紀學 那時候是高雄 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 還十幾年 現在還在租金 賣不出來 賣了賣了 蝕得蝕得蝕得 不如租好 我也有一個台北朋友 現在可以叫做新北 景美 現在叫新北 以前叫台北縣 其實也是當台北的 他也是以前買下的 總之月供四萬多元一個月 這麼重 但是你租多少錢 現在是租給別人的房子 租萬八 肯定很慘 租萬八 公公四萬多 哇頂不上 每個月還會辛苦賺錢 回來養那個房子 很慘 類似這些個案 其實就很多 很多 高雄很多都是這樣的 現在 其實是這樣的 都是那句 不要太心急買房子 可以先租 看定些 或者看對一個 價錢OK的 就自住OK的 如果是炒賣 就真的不要考慮 要看定些 那買房子收租 又行不行 怎麼看呢 我不建議 這些 下次找個專題說 買房子收租 這些算是投資的 或者買店 之類的 我們很多朋友 投資要再找時間說 我也有很多朋友在做買房子收租 告訴你 台灣人說 香港人就真的不多 因為 下次再說 有些很秘訣 秘技 記住 我接下來會說 買房子收租 OK OK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晚安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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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